早晨,今天是2024年7月24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AT开市直击 今早有东亚证券高级投资策略师陈伟聪 和谭海运陪你一起开市 Jason,今早大使有什么焦点? 今早我相信大家都未必会看港股这边的焦点 昨晚那两只美股Tesla和AlphaBag 出了业绩之后,我相信会成为大家的话题会多一点 观众朋友,如果你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来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现在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是反复偏远的 投资者在观望大型科技股的业绩出路 三大指数开市是个别发展的 道指低开后一度倒升过百点 收市要跌免十七点 收报四万零三百五十八点 跌幅百分之零点一 纳指跌十点 收报一万七千九百九十七点 跌百分之零点一 标志跌八点 收报五千五百五十五点 跌幅百分之零点二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跌百分之零点八 欧洲股市是个别发展的 德国股市是向上的 焦点科技股方面 Amazon升百分之二 Tesla收市后公布业绩 交易时段要跌百分之二 盘后再跌百分之八 Google亦在收市后公布业绩 开市的交易时段轻微向上 另外Spotify是纽规为盈 以及用户数量增长理想 股价上升一成二 Ninfedia的股价就是轻微向下跌百分之零点八 一起看看二月托证券形式在美国买卖的科网股ADR 网易比半港上下收市高百分之二 京东和美团比半港上下收市低 汇控比半港上下收市高百分之一左右 亚太区方面是个别发展的 日经平均指数早段跌11点 39,582点最新报 首亿综合指数向下跌10点 适合普通股指数也是跌10点 新西兰50成分股指数最新是逆市向上升15点 看新加坡交易港股黑期 最新跌20几点左右 17,500点以下 17,400点左右 稍后队员盘会继续和大家跟进 先和Jason谈谈美股的事况 先谈谈大事情况 昨天也是有一个轻微向下的情况 不过推前一点谈谈 拜登正式宣布了退选 由副总统贺锦丽 会取回总统候选人的情况 现在大家在看 何时会有贺锦丽对特朗普进行第一场总统选举的辩论 不过看到之前 特朗普有一个行息的情况出现 他有一个大受伤的时候 其实就是有一个Trump trade的情况出现 现在看到随着拜登退选之后 Trump trade好像有些降温 Trump trade简单说一点 大家都会预期有一个 比如说大幅减息 美元会弱 有一个高通胀的情况 从而带动商品价格上升 债价上升等等 现在这方面的交易 最新看到好像有少少降温了 由现在到这个年底 两大件事会左右着美股的走势 第一就是总统选举如何去推进 第二就是那个减息部分 我想大家都继续观望着 由这两个大的 event 去看 Jason 你如何预视 未来的美股走势 会不会继续在一个高位那里横行 当然Trump trade这两天就关火了 因为都真的看到 何锦丽现在都正式代表 民主党那边去参选之后 有见到很多美国方面一些的商家 或者民主党本身的支持者 开始有些捐款出来 但是都反映了 其实大家之前 不想拜登选的原因 就不是因为 很反对过去这几年 民主党那边的执政政策 都未必反对他们本身之前 可能是对抗通胀 或者是对抗疫情方面的问题 所以你看到现在换了人之后 因为大家之前担心 就是拜登的健康问题 或者都担心他的年龄的问题 所以才未必太支持他 如果你说现在换了人之后 可能情况会有少少转变 但是始终现在Trump的声势 都还是比较强一点 直到你说昨天为止 暂时看回美国那些都比较大型的民调 都还是见到Trump的支持度 都是领先着何錦麗 虽然那个领先的幅度 比之前拜登来说 收窄了都很多 所以你说为什么这段时间 Trump trade那些传统板块 比如刚刚你们都提到 一些传统的工业股 一些银行股 或者可能一些 之前不断讲一些 传统的能源股方面 都是有少少的降温 也都是令到一些科技股 好像是前日来说 叫做弹点上来 但是你问我这个行情 是不是必然会持续下去呢 除非你说真的很深信 何锦麗 现在的支持度可以反先 特朗普 甚至最终赢卖的话 否则的话 我相信这个行情 未必说真的是一个 很最终赢卖方面的情况 所以整体美股来说 我就不是说真的叫做 很担心 因为无论你说 Trump上场也好 或者何锦麗上场也好 其实现在市场上面 都觉得对美股方面 未必说会有一个 太大的不利 当然你说一个 再长线少许 例如如果你说 未来Trump 真的有一个很大幅度 加征关税的 令到美国的通胀 真的失控 或者未来的息口 要再减不了 不止因为通胀问题 要加上来 这方面当然对于 可能譬如下年 或者再之后那几年 美国或者股市方面 会有点压力 但如果纯粹计算 譬如短期的 大家现在都是炒 谁当选 是选战这段行情 我相信两者都应该 讲一些说话 或者政纲上面 不会说对于美股 会带来一个太大的压力 所以我暂时都觉得 美股短线会有机会 做回套 因为始终特别是科技股 过去那大半年 都升得比较多 短线因为一些超买的 技术上的回调 或者借着一些业绩上面 一些挑剔位 做回一些调整 合理的 但是整体那个 就是回调的幅度也好 或者是回调的时间也好 我自己的体验 未必说真的太悲观 仍然是维持一个 可以趁低 去到吸纳的策略 好 我们谈谈个别公司 Tesla 昨晚收市后公布业绩 炒高了等业绩 昨天公布了数据之后 盘后就急跌百分之百 最新的数据 我们看看 Tesla的总收入 其实就是比市场预期好 按年升百分之二 不过经调整的顺利 就是低于市场预期 最新的数据是0.52美元 以及大家看着毛利率 按年大的毛利率 就是按年跌0.2个百分点 去到18% 不过经调整EBITDA的毛利率 就是跌了14.4% 最新的数据是14.4% 按年跌了超过4个百分点 还有Robotax 之前都是传闻过的 现在最新公布了 是会由原本预期8月推出 推迟到10月10日 好 现在就是两个情况 第一都叫做 那个纯利就是 miss了市场预期 第二就是之前 大家对它的期望都高了 炒高了等业绩公布 接下来就是公布了业绩之后 股价都反映了 大家都对它有点失望 你又怎样看它今次的数据呢 跌下来是否一个买入的时机 还是说你都觉得其实未来的前景 大家都是要审慎一些呢 Tesla 这只股份 基本上如果你看它的业绩 就不能够有一个很大的期望 因为本身现在整盘数里面 始终买车的部分 就是电动车的部分 都是占一个最大的比重 大家都知道 其实过去这两三年 如果你看Tesla 方面 当然你说买车的量 就不是很大问题了 但在无利率方面 其实跌的趋势 过去这两三年都形成了 特别是在国内市场的业务 都面对着价格战 当其他比如比亚迪要减价的话 Tesla 都不能够独善其身 所以你说车业务的增长方法 或者无利率继续跌 我相信继续都会成为一个拖累业绩最大的问题 其次你说整体的执行价 或者整体今次的利益之所以是 失去那个预期 比较大的程度都是因为它的支出 所以成本上增加的都比较多 这件事其实又情有可原 因为始终现在Tesla 都要做一些转型 既然你说去传统买车那边的业务 似乎都去到那些樽颈位了 唯有就靠一些新东西 譬如你说可能Lobotaxi 一些叫做无人驾驶的的士 如果真的开始拓展的话 其实前期那个消费的规模 都不会说少得去哪里 因为始终你要做一些推广 营销等等开支其实都会比较大 另外它也都说会发展一些 譬如是AI人形的机械人Optimus 如果你说做这个业务 当然过去可能几个月来说 Tesla股价之所以有低位炒上来 其中概念就觉得 这间公司终于由一间叫做电动车的企业 变成一间都叫做Mando AI的公司 但始终它现在发展这个AI 就跟Microsoft、Google、NVIDIA的概念 挺不同的 人家那些就行一些叫做即时可以获得收入 即时可以有盈利一些叫做生成式的AI 或者买晶片方面的业务 即时那个利润的空间是很大 但始终你说做这些叫人形机械人一来 其实现在这个产品都没有正式是商业化的 纯粹都是在几个月之前上海的AI大会 拿出来做一个展览 一些介绍 但是什么时候才叫做出街 或者市场上的收落程度是有多大呢 实际需要是不是这么高呢 暂时来说都是一个问号 但是它不发展也不行 但如果你说它要发展的话 你就预计了这一两年在资本开支上面 或者在研发方面的成本上面 都一定是会增加 这方面也都会消耗了一定的现金流 对于bottom line方面的marge 也都会有一些影响 所以如果你说真的买Tesla 就不是单单看它现在这一条数 或者说最新的那些业绩所谓大数的表现 那即使你说大数是差个预期 令到短期股价跌了下去 但是如果你说接下来公司上面 真的继续给到一个很亮丽的picture 或者说股票方面的能力仍然是强的 可以塑造到接下来的人形机械人是超级无敌的 或者是lobo taxi 甚至乎FSD 就是全自动驾驶的功能 开了之后会有一个很高的增长空间的话 那我相信它的股值上面 就不会说真的差得去哪里 所以这只股份简单来说是什么呢 你预计了就是一些比较大起大落的股份